Hello大家好,我是大猫 昨天和孩子在乐园里面玩得太久了 今天特别累 我俩现在才起来,准备去吃个火锅 下来的时候本来是准备推婴儿车的 然后我老公竟然昨天把婴儿车给丢了 因为昨天下雨了 然后他想把婴儿车和包一起先放在车里面 但是现在找不到婴儿车了 你看昨天因为婴儿车吵架 然后现在竟然找不到婴儿车了 丢了 太大了,有婴儿车呢 你怎么知道 아니, 비가 오고 막 그래가지고 근데婴儿车 하나 있대 真的 하나 발견했는데 일단은 사진 보내준대 反正昨天确实人家是看到有一个婴儿车在那放着 나 어디서 있어버리지, 기억 안 나 其实因为我俩在这次旅行中 因为这个拿东西这一块吵架就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俩就是分工比较明确一些 比如说我主要是拿一些孩子的吃的穿的用的 然后他就是主要是拿一些大姐的 你看现在把婴儿车给丢了 jamais Producer zeug費 tax 这保存 quelques叫做东西 但是要是那边能转过来的话 jerk Tracy 因为开车过去可能得40分 其实我们还能不是 потому 没有 你 잘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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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잘못,你不是 哇,真可憐 反正,如果拿著有無差遇的話 我把肯定拿著喊嘴 喊嘴,喊嘴,喊嘴,喊嘴 我估計是他把那個包放在嬰兒車上 把嬰兒車推到我們的車跟前 把包先放進去 然後因為昨天那個天氣大家也看到 特別不好 所以可能是嬰兒車嘟嘟嘟嘟給吹跑了 所以他也就忘了這一禪了 找到了 工作人員把這個車給發過來了 何麗娜,你爸把你的車給丟了 其實也是一段旅遊經歷吧 哇,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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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啥都沒記清楚 把這記著請清楚的 然後跟我說我倆把這手環 誰去掉的話 誰就滿足對方的一個願望 所以我這個真的 只要他沒去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把這個去掉的 那今天晚上讓他喝點酒 等他睡著以後給他剪開 明天早上 看不到自己的手環了 小何麟又吃火鍋了 今天吃花卷吃火鍋 今天吃這個火鍋 是那種旋轉火鍋 今天讓我老公和兒吃 我吃的不多 最近吃的有點塞住了 那旋轉的 他生意挺好 看這小何麟吃的 一口紅瓜一口肉 不啥今天讓我老公好好吃 因為我老公對這種小火鍋 真的是特別向我 他當時去我家的時候 我們經常去家附近的那個小火鍋吃 那個火鍋一個人才24塊錢 我的天 我老公當時吃的是相當的厲害 反正我記得有一次喝那個冰封 就我們西安的那個飲料 他喝了八瓶 我可以讓我做個漂亮的 我可以讓你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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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換個位置 他說他想吃白糖 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想吃白糖 就是吃飯的時候看孩子這些 就已經變成習慣了 有幾次他就是提前回家以後 就發現我根本沒吃飯 或者就是泡的那種泡麵就已經吃不了了 所以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時候 我們盡量幫我們看孩子 小火鍋今天吃了挺多的 現在吃蝦呢 他把那些蝦都給剝好 你不會給他吃 我知道了 沒有 是嗎 沒有 我們給你吧吃 給你吧吃 可大方了 特別大方 他自己吃進嘴裡的都可以幫別人吃 蝦 他性格真的就是 完全跟他爸是一样的 不急不躁 不吵不闹 我老公的育儿观念 就跟我婆婆是一样的 在孩子还没有哭闹之前 就把他想要的放在他面前 这样有助于他性格的培养 这是我婆婆一直给我说的话 我老公真的是铭记于心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家孩子 不哭不闹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需要啥之前 就是看他的眼神 就能知道他想要啥 然后把那个东西拿到他面前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说是 性格特别爱哭 特别暴躁 其实那种教育在我看来 是有点溺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孩子要啥就给啥 或者说是还没要 就直接放到他面前 但是可能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 这个教育方式是可取的 他可能是在自己的心里 不知道说是我去哭去闹 然后大人才会给我这个东西 才会满足我的愿望 他会觉得反正我不哭不闹 然后也会都给我的 这真的有时候就是 所有的事情吧 他都是有两面性的 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然后对待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做这件事情 可能也会有一些效果上的差别 他现在已经吃饱了 但是我老公要是陪他玩的话 他还是能安安静地坐在这里 好等我们都吃完 哈利娜 你看妈呀跟他爸太像了 我的妈呀 我们终于吃完了 现在要去买一点鸭脖啥的 可能这边的能好吃一些 因为这边中国人比较多一些 谁要当小何琳的爸爸 谁就会特别累 何琳娜 何琳娜 你吃好了吗 刚才说到 我老公他当时去我家那边的时候 我就想到他当时刚去的时候 因为所有人他都不认识 都是我的长辈 所以他见到每一个长辈 他都要打招呼 虽然不知道叫啥 他也会你好 就一个功 然后就完全就是那种90度的鸡功 大家其实都觉得挺不习惯的 但是只有我外婆一个人 他把我叫到房间去以后 他当时就跟我说 都是大老臭 还可以鸡啥功鸡功呢 看起低大厉害 从来以后 然后我老公在我外婆面前 从来不给任何人鸡功 就只说一个你好 然后我握个手就完了 刚买的鸭脖 还有土豆片 看看这边 就都是一些中国饭店呀啥的 那小何琳多舒服的 小何琳 小何琳多舒服 很开心 相当的开心 今天就不去别的地方玩了 我回去就看会电视 吃点鸭脖 休息休息 明天还得去取小孩的婴儿车 有点猛 有点猛